但我覺得心流很重要 不管是評審的心流 老師的心流 還有小朋友的心流 都很重要 所以我之前在上資訊課的時候 之前還沒有上的時候 我資訊課類似 Squash會教很多節 我現在已經只教兩個節 就發現教那麼多節 不是學那麼興趣 我後來就發現 我就丟一個簡單遊戲 類似我上禮拜開始上 Squash 以前我都上六週 我這次決定上兩週 然後就丟 反而比較有效果 我就丟一個打蟑螂的遊戲 蟑螂只出現五隻 然後小小的蟑螂 然後拖鞋就是會打 然後它會有一個得分的變數 然後我就跟小朋友就玩 啊哈囉玩啊 那時候 我想老是蟑螂在五隻 我想哪裡可以改變很多隻 那就有人去改 那本來有一些人 連打蟑螂都不想玩的 這無聊這幼稚園玩的遊戲 我那個現場遊戲多刺激啊 結果突然間有一個人 滿滿都是全部都蟑螂 他說欸怎麼都蟑螂 怎麼都蟑螂 我怎麼只有五次 然後他說喔在哪裡改變 就是分身產生嘛 增加分身產生 他說那你為什麼跑得那麼快 我說跑得那麼慢 因為就是那個移動的那個 那個那個 XY改變的那個 是不是就可以變 然後有人說 欸為什麼你一次 你怎麼超過一億分呢 因為他一億分就變一嘛 那時候 就變得分改變嘛 你改變就好了嘛 這樣有人說 我想在那邊改變 他們就會自己討論 那時候 然後有人說 他把什麼 拖鞋變成滿版 全部都打到了 真的出現就打到了 他一下就跳很多分 所以變成學生就去嘗試那些東西 反正你跟他講的時候 我們來跟他講 分身產生就這樣子 得分這個的時候 有一個學生曾經跟我講說 老師我這個是幼稚眼的遊戲 我不想學 他直接跟你講 他說這幼稚眼的遊戲 我不想學 我說 以前就跟他講說 其實幼稚眼遊戲 你的做錯你就很厲害 可是他不想聽啊 然後這樣子以後 反正那些百分之上課 有一些都是 反正你家座做的 因為他看到別人很有趣 他們就會怎樣 嘗試去改變 然後去運用 反正他反而有學到分身產生 學到變數 學到他變大變小 然後就等於他反而有學到一些東西 以前是從頭開始 什麼你要移動什麼 你就覺得 有些人真的就是沒有興趣 反正透過這樣 他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而且我只要上兩學 我可以上別的東西 所以變成說 就是抓住學生有那個興趣的那個心流 然後就是不要從 教很多中 從最基本開始教 然後他有興趣的人 真的有興趣 他就會去專業 所以有學生每天 就是遇到我就來問我 老師我想要加一個什麼東西 要怎麼做 我想要加一個什麼東西 要怎麼做 就是會有那些很有興趣的學生 就自己來問 所以說這個 學生的心流其實還蠻重要 有時候你不要給他覺得很發揮 給他很多東西 他就沒有興趣 因為文聖老師想講 大概只有3%的人 真的是有想興趣 去同事這一行業 然後其他人就是 課堂裡面的客人 那你不喜歡那個客人 就讓他覺得有點有趣 那他還可以跟別人臭屁 然後別人覺得你有趣 欸我也可以 然後他就是這種 要比別人更厲害 他就會去看你誠實 因為誠實你不要給他太複雜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可以變成人了 就很有趣 愛用取代點同時 大概是這樣